但你看到南投埔里有民眾 在鯉魚潭夜釣的時候 今天清晨發現有魚上溝了 經過四十多分鐘的拉鋸站 最後還動用了魚網協助把魚拉上岸 才驚覺居然是一尾長達一百三十三公分 重五十五臺金的大頭蓮 這條巨無霸大頭蓮比六歲的女童還要大 旁觀的民眾都嘖嘖稱奇 這頭超大大頭蓮被釣上岸 民眾都想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用尺量有一百三十三公分 放到磅秤上魚身沒辦法全擺上去 就已經五十一臺金 估計有五十五臺金重 六歲女童站在大頭蓮旁邊 立刻被比下去 因為大頭蓮的體型實在龐大 大大的嘴巴可以塞下成人的拳頭 這尾超大大頭蓮 是這名越南籍男子釣到的 他說清晨五點多 發現有魚上溝 沒想到是意外收穫 大頭蓮是做砂鍋魚頭的食材 一般都是用十幾斤大小 現在釣到超大分量的大頭蓮 要怎麼處理一時也還想不出來 先請廚師幫忙冰存起來 明星的田志欣南投報導 請回答